中小學 字幕詞 作曲 文書 作曲 詞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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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 各位同學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的課 是中小學課程主題概述 那我們今天其實會主要鎖定在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課檔 但是因为我们时间只有大概100分钟两节课 所以我们不太可能把课纲里面的内容 具细迷移的做分析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的课程 是要让各位知道课纲的很大方向 它的趋势和它的走向 只要朝这角度 这一本我希望电子党你们随时都可以下载到 不管到交易部或是各县市政府的 例如说辅导团甚至很多学校 他们都会把这一本的电子党放上去 那你们再不下载就过期了 因为108已经新的了 现在107这本 今年应该算是最后一年用它 但实际上根据我们的教育的课纲的流程的话 明年就算新的也会从一年级开始 那一般来讲会走1、4、7、10这样 什么意思 你要先有一个概念 课纲大致上每10年会更新一次 但是更新的时候 例如说我一定会从新入学的学生开始用 我不能说我一年级用旧的 二年级突然变新的 它会调整不过来 所以通常我们会在新生入学的时候才开始用 例如说一年级开始用 那这麻烦了 如果他一年级开始用课纲 等到他12年级毕业的时候 那个已经经过了12年 所以现在课纲目前的执行方式都是跳的 例如说会1、4、7、10 同时实施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就会有国小一年级 一般来讲会有国小四年级 但是这个也有可能没有 因为这个一样会有涉及到那样的 所以然后就有国中一年级跟高中一年级开始做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 因为这样三年后 就所有的人都会用到新科纲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三年就可以换新了 但是现在就是如果国小 如果你一年级开始用 你四年级没有用的话 你到三年后 四五六还是旧的 所以为什么像之前九年一贯 开始实施的时候 是一一年级 四年级跟七年级会同时做 大概可以想到想要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大致上的一个流判 我们先来看这个台湾数学课程的改革的减速 刚刚我其实讲一个概念 课当大概每十年会修改一次 不管是国内或者是国外 其实大部分都有这种趋势 那我们未来几节课也会告诉你们 像美国他们也大概每十年会修改一次课当 所以因为十年是一个时代 我们现在是一个非常 比如说社会的变迁非常快速的 如果你没有改变课 课纲 社会已经改了 然后你的课程再没有改 那很难跟得上这个时代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最近几次的 我们在民国八二八三年分别公布了国民中小学课程标准 他差不多十年后民国九一年公布了九年一贯课程的占行纲要 那原来占行纲要过了之后每三年就是会实验三年 三年之后会发表正纲 但我们其实正纲就是真正的纲要 会到民国九十七年才公布 那你们大概就说如果以他为主的话 接下来就108年会做嘛 大概我们大概先有这样的留下 来你们注意这几个词 例如说你们先把全讲一个叫课程标准 一个叫占行当要 一个叫课程当要 这个也叫课程当要 但是一个是九年一个十二年 你们想一想这几个字有什么不一样 写法就不一样 它背后的内涵有什么不同 这样刚好再进行调整 对 这样刚好再进行调整 来首先我们要先有一个概念 课程标准它是内容导向 什么叫内容导向 标准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这个课程标准里面 规定你 例如说哪些内容要交 哪些内容你要交 就告诉你 例如说你要交分数的式的运算 要交比例要交什么 然后比例要交到哪里 哪一类题目 哪一类题目不交 所以它规范的是课程的内容 你可以把它讲成知识导向 可以理解吗 可以理解 所以它会规范说 例如说一元一字方程式 你上到哪里 交到哪里 然后上什么不上 这个是这个版本里面用的 那通常这个跟你们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你们应该刚出生吧 还没出生 但是你们的脸看起来 像还没出生吗 好 十年后 你大概可以想象 说他们十年后 差不多就是大概 九三九四的时候 理论要有新的课纲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提前三年 九一年的时候 会有一个战型纲要 战型纲要做的是能力导向 其实你们现在用的 其实就是这一套 就九七年这一套 包含你们受教育的 你们受到的这个教育 也都是这套九零一贯 那什么叫做能力导向 就这个课纲里面 它再也不是告诉你哪些要上 哪些不上 而是告诉你 你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所以使用的叫做能力指标 你们一定听过这件事 九零一贯能力指标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你们就比较容易知道 什么叫能力指标 来 你们每一个人 是不是都会算这个题目 举例 例如说九十六 会不会算 不会算很麻烦 这个当成你们都会算 那我问你们 你们从小到大 有没有人刚好算过这一题 不知道 我猜大部分没有 如果有我再改一个数据 总会改到你没有的 所以我问你们 你们既然没算过这一题 为什么你们会 应用 一样的方法 有这个能力 这个跟知识导向不一样 如果今天是社会科 是国文科 你没看过那个东西 你就是不会 懂我意思吗 你背了一百首诗 第一百零一首 你就是没看过 你就是不会 或许出来你会欣赏 但是你就是不会 因为你没见过 这叫知识导向 但是能力导向是 我学了这个技能 一通百通 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没算过这一题 为什么你会 因为你算过类似题 你已经会 例如说整数的惩罚 二位数整数的惩罚 你已经会了 你具备这个能力 而这个能力 你是可以带着走的 之后你不管 做什么样的 类似像遇到这样的题目 甚至于你会扩充 你会扩充 因为你方法学会了 你具备这样的能力 你就能做了 上面跟下面的 这个最大的差别 就是在 之前的原来就课法 是规定你 你上个要教这个 你上个交个 不能教这个 太难 你在这个单元里面 什么样的题目 可以出现 什么样的题目 不要出现 时数是多少 你要用多少时间 来教这个单元 到了这个 你已经看不到 这种 什么要上 什么不上 而是他会用很多的能力指标 我们等一下会来 介绍一下 什么叫能力指标 第一个人 这位 有什么火力 是有什么火力 有什么火力 你连去